不少观众对于陈佩斯的印象还停留在小品吃面条当中 但其实1954年出生的他今年已经61岁了 人家的儿子都已经25岁了 那今天陈佩斯导演陈大宇参演的新戏 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去看一下 陈大宇1990年出生 今年25岁 虽然这小脸还挺陌生 不过仔细和陈佩斯一对比就知道肯定是亲儿子 儿子出马老爸保驾 除了夸赞当然还是夸赞 他在舞台上演了两年了 我们从来没有跟外界说过 就是完全是靠自己表演 就看着票房一天天涨 我们就偷着乐 陈佩斯一个劲吹捧 儿子也照当全切 这一唱一和的果真是上阵父子兵啊 而且大宇刚才说了 那个说他至少下词比您快 对 就正常呢就超过他了 不光陈佩斯的儿子陈大宇处处忙碌 如今陈佩斯老搭档 朱世茂的儿子朱青阳也开始展露头角了 指导的电影悬疑蝶战片《蝶莲花》 已经于今年年初上映 24岁的小伙子能有这样的成绩也算不错 而陈佩斯更坦言 看到后辈们的成长自己十分欣慰 老孟看他演戏就像我看他的孩子 就像看自己孩子一样 原来星天地一对老搭档也算后继有人 那北京才放不到